蠻穩的 而且不用擔心剛剛講那些問題 那Details裡面就會有一個這個QR Code出現 所以我覺得他很好用的地方就是短網址加QR Code 那如果有同學想說 老師那這個Shootin之後的這個 這個後面的這個有些大寫有些小寫不太漂亮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找一個漂亮一點的 其實我都這樣的這個不漂亮再按一下 這個不漂亮再按一下 反正你就一直按 按到直到你覺得那個網址是很OK 所以像這個我是挑過的 我故意就全部大寫 不然有些同學有大寫有小寫 一打上去就錯了就連不上 所以我就一直按一直按 按到一個不錯對不對 那你會想說前面的怎麼辦 沒關係前面的沒有用到對不對 你就把它打勾打勾 這些不OK的話把它Hide就好了 Hide就可以是Delete掉了 不會影響的 所以你可以一直按一直按 有點像選號碼一樣 選到一個最好的 OK 這個 這個也 這也不OK 因為我會避開0 0跟O 因為我的同學看到這個以為是O 還有什麼E跟L小寫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一直按 這個就不錯有沒有 全部都大寫 這數字 所以給人家應該不會有問題 這是一個小技巧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慢慢看這部分 其實還蠻好的 那最後的話你可以用QR code scan 自己再怎麼樣呢 再scan一下 那用這個方法幾乎你所有 以後要給人家在智慧型手機上面看到的 任何網址也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做 非常方便 那處處都可以QR code 甚至以後你要給人家影片 有沒有 一段YouTube的影片 也可以把那個YouTube影片 變成QR code 它一拍照 手機上就可以看影片 多方便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你們的資料 有一些將來也可以發雲端上面 雲端就是指Google試算表 把它當資料庫來用 那你更新之後上面更新的 那手機端你也可以去做一個 做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讀取的一個權限 它就可以隨時看到這些東西了 那將來你只要有那個QR code 掃一下 就可以知道說這些東西的內容 那你前面更改之後 後面也會跟著更改 大概會Delay個幾秒鐘 就是你前面做的動作 它好像不會馬上 但是差個幾秒而已